我在那邊講一個認真的東西 我先跟記者講我不是針對他啦 講白一點 現在年輕人很多也是巨嬰啦 20歲還要靠家裡養 我沒有覺得這樣不好啦 如果你家有的是錢 你家經濟很好 上天安排你來享福的 你有什麼道理不想呢 館長你那麼苦 那是你那個時代的事情 館長68年次 我們那個年代的小孩 都被打大了 打大的你懂嗎 我常常在說 啊 打不夠 娼娃娃又打 去學校 老師打 回來家裡 北部打 老師來家庭訪問 先給你打 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要來家庭訪問 我的時代很多 大家都給你打 做一個嬰兒子 做一個男人的 走到那邊打到那邊 以前我們坐那個茶椅 騙一台起來 拿那個茶香 講腳 講小腿 講腳背 講腳踩 我的時代給你拔手 就像吃點心的啦 你想像得到嗎 我們恨我們父母嗎 我們恨嗎 我們這個時代交出來 哪一個不是感恩戴德 Right 但是你開直播 你說 他不開心 說我了解一下 我們怎麼過 你怎麼過 我說到這裡沒想要說 你還有那個民宿 你叫你爬爬爬 我實在看不到 看他們兩個在最初 我跟你們說 敵因真是一個好媽媽 他很秀 你從他的言行 舉止 所以他走回他的那種態度 你都可以看出來 敵因真的是一個好媽媽 誰希望自己的兒子變成這樣 沒有人希望 但是他付出了這麼多的愛 他也花了這麼多的錢 你的父母 真的是好媽媽 還跟他騙 我在那邊講一個認真的東西 我先跟記者講我不是針對他啦 但是我講一個人生大道理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針對他 如果你很年輕 你看我 你很討厭館長 你覺得我賣台 挺國民黨 挺黃國昌 挺郭文哲 你罵我 我沒意見 這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在政治的這個點上 的確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但是你可以堅持你的政治道路 你來批判陳志安這個人 是個雜碎 是個雙標仔 是個滿嘴髒話的男人 教壞台灣小孩子 俗稱 你只要在路上聽到人家賣 都是看館長直播的 都是館長教的 我沒意見 但是我現在講到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認同我 兄弟 不論你支持哪個政黨 你都不是石頭蹦出來 講白一點 現在年輕人很多也是巨嬰 20歲還要靠家裡養 聊天室講這種 你不要生氣 我沒有覺得這樣不好 如果你家有的是錢 你家經濟很好 上天安排你來享福的 你有什麼道理不想呢 館長你那麼苦 那是你那個時代的事情 館長68年次 68年次之前的不要講 更苦了 72到68 68至上 都會聽得懂館長 我們那個年代的小孩 都被打大了 打大的你懂嗎 我常常這樣說 打不夠 去學校 老師打 回來家裡 北部打 老師來家庭訪問 先給你打 為什麼 你是什麼 老師為啥 還要來家庭訪問 我們那個時代真正 大家都給你打 做一個嬰兒子 做一個女婦的 走到那邊打到那邊 以前我們坐在插衣 踢一塊起來 拿插衣 講腳 講小腿 講腳背 講腳痠 我們那個時代 把你拔手底就像吃點心的啦 你想像得到嗎 我們恨我們父母嗎 我們恨嗎 我們這個時代教出來 哪一個不是感恩戴德 然後阿嬤不要去做她的事情 做壞的事情 北部的無名字 啊你也不會出去說 黑白在說北部那樣 那是家裡的事情 有啦 但是你開直播 我是說譬如說啦 你說 他不開心 說我了解什麼 我們怎麼過 你怎麼過 我說我這裡沒想要說 你還有那個名字 在插衣北部 我實在看不到 我有一次拍片 跟徐家好 結果 敵音有來 孫安佐也有來 敵音就跟我說 館長謝謝你啦 這麼照顧 ANGEL 什麼什麼 我們說讚的 看他們伯 看他們兩個在相處 我跟你們說 敵音真是一個好媽媽 我們大家都有背部 你相信官長 他很秀 你從他的言行 舉止 他跟他講話的態度 孫安佐回他那種態度 你都可以 看出來 敵音真的是一個好媽媽 誰希望自己的兒子變成這樣 沒有人希望 但是他付出了這麼多的愛 他也花了這麼多的錢 你的父母啦 真的是好媽媽 還叫他 好 清菜啦 那個人家來的事 我沒方便管 我那時候很難 跟這個人講的邏輯 你聽不懂我今天在講什麼 我也服了 我今天有講的是 家暴也要感謝父母嗎 我在講的是 例如 我講述的是一個 從小 一個學期 30萬到100萬的一個學校 從小 舒舒服服 安安逸逸 然後 出國到美國有學 然後現在回來一次 不知道在幹嘛的 我是拿這個當比喻 我今天講的是 Angel的比喻 我講的不是有問題的